各位视频前的同学们你们好 我是北京新东方的法语老师 也是法语项目的负责人 我叫刘文文 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在线的法语课堂 和我一起来开展这一段 非常浪漫美丽的法语学习之旅 OK 在坊间呢 其实流传的这样一段话 就是在欧洲的各种语言当中呢 意大利语呢 被称为是唱歌剧时所使用的语言 对不对 因为意大利语呢 几乎每一个单子都是以原因结尾 那么西班牙语呢 被称为是与上帝对话的语言 德语因为说起来铿锵有力 所以被称为与机械对话的语言 那么法语呢 自然法语是世界上最浪漫的语言 我们说到法语是 叫一种闭口型的语言 闭口型语言的特点呢 就是说起来非常的低沉和缓 而且呢听起来像长长的小戏流水 像恋人们之间的低声细语 听起来很浪漫很动听 但实际上呢 法语呢外表浪漫 却有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内核 也就是语言结构非常严谨 这就是为什么法语会被很多的国际性会议 所签署的协议呢 所应用 就一定要有一份法语版的作为备案 就是看中了法语呢 语言结构严谨 而且不容易呢产生起义 所以我把法语呢定义为这样一种语言 叫做外容内刚四个字 就是听起来很浪漫 很动听 很和缓 外表浪漫 但实际上呢 语言结构很严谨 所以叫做内在严谨 大家学习法语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两点 就是首先要注意法语的发音 要让自己说法语的时候 听起来非常的好听 其次呢 就是要注意法语严谨的内核 那么要注意学习法语的语言结构 语法知识 这样呢 能够保证说起来是正确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法语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应用的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的名字哦 叫做Le monde de la francophonie OK Monde在法语中表示世界的意思 Francophonie 就是法语地区或者是法语国家 那么连起来呢 就是法语世界 好 那么法语呢 在联合国的六种官方语言当中呢 英语被定为是第一发言语言 法语呢 被定为是第一书写语言 好 那么大家看一下 那么除了法国呢 在欧洲把法语呢 作为官方语言之外呢 还有一些国家呢 也是应用法语的 比如说像隔着阿尔卫斯山 与法国相邻的这个国家叫做瑞士 那么靠近法国的地方呢 讲的是法语 再往北边走 靠近法国的 比如说有卢森堡 有比利时 官方语言呢 也是法语 还有法国右下角的一个小公国 叫做摩纳哥 依然是讲法语的国家 好 再往这边看 大家可以看到 非洲呢 在西非和中非呢 实际上 它的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 大部分都是法语 那为什么呢 因为非洲是法国的前殖民地 对不对 还保留了法国文化 对它的一些影响 好 再看这边这一个发来的大洲呢 就是北美洲 大家会知道北美洲呢 加拿大呢 它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 特别是这一块地方 这是魁北克地区 那么目前的移民非常的火爆 那么如果要技术移民 魁北克的话 那么首先你必须会掌握法语 因为呢 它是一个法语地区 在美国呢 实际上也有两个州 是广泛的使用法语的 一个叫做路易斯安娜州 一个叫做缅英州 好 那么法语呢 在世界上使用法语的人口呢 是1.2亿 如果仅仅从人口上来说呢 法语不算是使用非常广泛的一门语言 但是呢 如果要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 分布程度来看 法语呢 的确是次于英语之后的 第一大使用语言 这个是当之无愧的 那么另外呢 因为法语呢 它具有它的一些影响力 以及它的国际地位 所以呢 在联合国啊 像欧盟啊 像奥组委啊 以及联合国的科教文组织 都会把法语呢 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 那么刚才已经提过了 在联合国呢 有六门官方语言 英语是第一大 发言语言 法语是第一大 书写语言 同时呢 如果你想成为 联合国的国际公务员 那你必须能够掌握的语言 就是英语跟法语 OK 好 然后看 这是欧盟 我们就不再说了 那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呢 因为它的发起人 叫顾拜旦 就是一个法国人 所以呢 奥林匹克运动会 大家可以看到 在开幕式上 这是先说法语 再说英语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它的总部呢 就坐落在巴黎 所以呢 法语呢 肯定是第一大官方语言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法语呢 实际上它是属于 印欧语系的一门语言 但是印欧语系 非常非常的大 庞大 那么其中会包括 日耳曼语族啊 还有罗曼语族啊 等等 那么日耳曼语族当中 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语言呢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英语 对不对 好 另外呢 罗曼语族当中的 拉丁语系 实际上呢 代表性的语言 就是法语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地图 那么属于 拉丁语系的语言呢 就是南欧这些国家的 所使用的语言 比如说像 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法语 还有意大利语 以及罗马尼亚语 都是拉丁语系的 代表性语言 那么拉丁语系的语言 它有一个 什么样的特色呢 就是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与英语 非常非常的相似 在词汇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词呢 像Rose Type Courage 还有Romantic Information Table 它看起来就很像英语 对不对 但实际上呢 它是法语的单词 那你可以用法语来朗读它 来第一个 Romantic Laman的Information 叫Information 叫做信息 对不对 Double 桌子 Hose 玫瑰 Deep 种类 Courage 表示勇气 好 那么乍看上去 它是没有 英语法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OK 那么这一组词呢 依然还是英语法语呢 分不清楚的 大家可以看到 有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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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el Diné Gouvernement 比英语的差别 就是它上面会多一个 Axen 也就是多一个小小的读音的标号 以及呢 会有个别的字母的增多 或者是减少 英语基础好的同学呢 会发现 看完了法语之后呢 实际上你还是能够辨认得出来的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相似性呢 实际上英法是有渊源的 那么 在 维基百科当中呢 对英语的一个词源的分析是这样 他说 实际上呢 英语 它是一个混血 OK 那怎么混血呢 英语的词汇呢 29% 直接来自于法语 借用法语的词汇 那么20%呢 来自于拉丁语 大家知道法语呢 实际上是拉丁语系的语言 所以呢 法语跟拉丁语系 我非常非常的像 那么英语跟法语的相似度呢 在百分之 词汇的相似度 在50%以上 那么英语尽管是日耳曼系的语言 但是它来直接取自日耳曼系语言的词汇呢 才占到了26% 另外呢来自于希腊语的是6% 还有一些其他语种的语言 OK 所以英语和法语的词汇的相似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大家如果是英语基础好来学法语 学到后面到了增长词汇的阶段 会学得特别的快 那么如果你的法语学到一定程度呢 实际上对英语的词汇量呢 也是有帮助的 OK 那么我们知道拉丁语系的语言的一个特点了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在学习法语入门的时候 一定要抛开对英语的一些初学时候 以概念的应用 比如说他们的区别在于 第一就是法语是一个拼读性的语言 所以你一定要掌握的就是 法语的拼读的规则 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的是这一个部分 另外呢就是 法语的语音语调 讲究的是平缓低沉 同时它有一个音节等量原则 什么叫音节等量呢 就是法国人会习惯于 讲究法语当中的发音是 一个辅音一个缘 一个辅音一个缘 叫辅源辅源交替进行 会造成一种音节等量原则的感觉 也就是你一定要注意的是 联音和联诵 好 我拿海明威的这样一本著作的 《非夜》上的一段话 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大家知道海明威是一个美国的作家 但是呢在曾经在上个世界20年 他在法国的巴黎 做过驻爱的记者 那么他在回到美国之后呢 回忆起在巴黎生活的 这一段美丽的时光 然后就写了一本回忆录 记录了在巴黎生活的点点滴滴 叫做《流动的盛宴》 在法语版的《非夜》上呢 写着这样一段话 叫做 如果你曾经在年轻的时候 有机会在巴黎生活过 那么在你的余生当中呢 巴黎都将与你同在 因为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 好 那么这一段话呢 我就来做一下发音的示范 那么大家注意 OK 所有在这段话里面 涂成白色的 都是要连读和连诵的部分 那么只有注意了连读和连诵 你才可能把法语读得非常地好听 以及连贯 像《沉沉的小溪流水》一般 对不对 好 OK 那下面呢我们就开始 它是这样说的 它说 里面呢都是要连读和连诵的部分 好 大家不要着急 那我在接下来的课文讲解当中呢 会非常注意强调这一点 以便大家能够说一口 非常流利及正确的法语 另外第三点呢 刚才已经提过了 就是法语是一个外柔内刚的语言 一定要注意 读起来要好听 另外呢就是说起来要正确 那么它的 内核呢是非常严谨的 所以我们说法语 倒过来就是语法 对不对 那我们在讲语法的时候呢 我们老师会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你一定要掌握的 非常的扎实和严谨 这样子呢 你的法语才会 一步一个脚印 走得非常非常的扎实和顺利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的课程的内容 大家知道我们的课程呢 叫做法语欧标A1直通车 首先我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欧标 欧标呢 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 单词的一个缩写 叫做欧洲语言学习统一标准 那什么意思呢 欧洲这个语言学习统一标准呢 会把所有的语言呢 分成六个等级 把欧洲的语言 那么最低的等级叫A1 然后依次往上升 那A2 B1 B2 C1 C2 C2呢接近于母语的等级 OK就是到了C2的程度呢 不是你能否表达 而是你能够 是否能够发现 A表达和B表达 中间一个细微的差别 我们讲的是 Nuance的细微差别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是A1的水平 所以呢我们在整个的 A1直通车当中呢 我们需要达到的一个水平 就是能够理解并使用 日常生活用语 以及一些非常简单的基础的语法知识 那学完了我们A1的课程之后 大家基本上就可以去法国旅行了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所使用的教材呢 叫做Le Nouveau Taxi Le Nouveau Taxi 就是新出租车 的一个翻译 我们中文翻译成 你好法语这一册书 我们这一课书呢 是分为九个单元 每个单元呢 有一共有四课 那么我们学完这则书之后呢 我们将会学到首先在语法的部分呢 会有这一些内容 有动词辨为阴阳性 不定观词 只有形 则一直学到无人称动词 简单将来识 以及细从句的使用 OK在这个对话的部分呢 我们会学到这样一些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有问好问后 介绍自己和他人 简单的描述方位 描述人物的体 贸特征购物 有租房 问路旅游 买票 询问职业 以及习惯性的活动 一直可以学到一些 比较概念性的表达 比如说如何来表达可能性的推测 以及如何来提出条件 好 那我们要学习的东西 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具体的一些内容 那么每 我们刚才说到 一共是九个单元呢 每一个单元会分成四课 也就是 Leçon 1 2 3 4 一直到第四课 因为第四课呢 是讲解文化的部分 所以呢 我们站起来 第四课的时候呢 是不做具体的讲解的 也就是每个单元的最后一课 我们不讲 因为它具体的讲的是文化 但是我们会把这个文化呢 融合到 1 2 3课里面去介绍 比如说呢 在第一个单元呢 第四课讲的是 法语的地区 以及使用法语的国家 所以呢 我们刚才就做了一个 总体的关于法语的 广泛应用的一个介绍了 不再辟为单独的 一个篇章来介绍 每一节课呢 会分为四个板块 那么其中包括文化 对话词汇和语法 那我们首先会做一个文化的概述 然后呢 我们会进入到语法的一个讲解 然后其次呢 为了讲解对话的时候 我们先排除一些声词 那么最后呢 重点来讲解一下 有主题的这个对话 那么这是我们每一课的 一个课程的安排 就先会从语法 词汇和对话 这样一个顺序展开 OK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正式的开始到 我们的语言学习当中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单元